80岁的老人每天都会杀掉一只兔子 但他却从来不吃 而是把肉放到36号仓库里 诡异的是 他每次来到这里都会在门口跳三下 没人知道这个仓库里有什么 但肯定的是里面绝对不是人 这天老人像往常一样处理兔子 结果一不小心兔头就掉落到了地上 他俯下身子去捡 结果却突发心梗 直接隐恨去了西北 赶紧点赞加关注 评论区狗头保护 不然被兔先盯上我可不管 老人走后 这个仓库便被管理员进行拍卖 尽管没人知道里面有什么 但胆生毛的刁毛 却认为这里面肯定有值钱的大宝贝 于是直接签好合同 买下了这个诡异仓库 随后刁毛赶紧拿着钥匙 就准备前往仓库寻找宝贝 可刚走到仓库门口 一个中年大妈就拦住了他的去 原来这个大妈是老人的儿媳妇 她说自己东西忘在了仓库里 恳求刁毛可以让自己进去拿出来 但刁毛并没有相信他的鬼话 而是一言不合 就把用了80年的破锁丢给了他 气得大妈当场破狗大妈 紧接着刁毛就来到了36号仓库寻找宝贝 可就当他打开门的那一刻 却发现这里全是一堆破铜烂铁 卖废品都卖不到500块 好在经过一番收拾 他在一个箱子里发现了一个 看起来有点值钱的竹台 还有一张奇形怪状的大桌子 本以为这次肯定能赚得盆满钵满了 可就当他来到典当行准备卖掉时 老板却说竹台是个假货 就当老板研究桌子 是不是赢品时 他突然触发了桌子上的机关 下一秒 三本书就从抽屉弹了出来 就当老板的账户看到这三本书时 直接背下的亚妈呆住了 原来这些是驱魔书籍 只要集齐四本 就能修炼成驱魔大师 他给刁毛说 如果能找出最后一本 就会再给他支付30万 老人每天都会宰掉一只兔子 但他却从来不吃 而是把肉按时送到36号仓库 没人知道仓库里到底有什么 但这里面肯定不是人 不久后 老人突发心梗 隐恨去了西北 这间诡异的36号仓库 被刁毛花重金拍了下来 本以为这里面 会有什么值钱的大宝贝 可结果刁毛却只翻到了三本破书 就当二手货老板 见到这几本书时 直接就被吓得亚妈呆住了 原来这几本书是驱魔全集 只要集齐四本 就可以成为顶级的驱魔大师 看着眼前只有三本 他们怀疑最后一本 肯定还藏在仓库里 于是刁毛带着老板 赶紧来到仓库 寻找第四本驱魔书 因为只要筹齐四本 老板就会再支付 他30万 本以为刁毛这次 肯定会赚得很满波满吧 但经过9982小时的搜寻后 他们却连一根毛都没找到 只翻出来一些 关于复活的报纸 为了能尽快找出 最后一本驱魔书 刁毛清理了一大车垃圾 而年轻漂亮的翠花 却在不远处偷偷观望 似乎仓库里 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呢 经过刁毛的一番断舍离 仓库明显宽敞了很多 他们找了老半天 意外发现 仓库里竟然有一间密室 刁毛认为 最后一本就在里面 于是赶紧用老虎钱 把锁剪掉 打开了密室的大门 但就当他打开门时 一股与世无绝的臭味 瞬间迎面扑来 熏得刁毛 差点把早上吃的小米粥吐出来 老板也认为 最后一本书肯定就在里面 随后两人缓缓走了进去 可他们越往里走 臭味就越来越浓郁 好在最后 他们穿越了漫长的走廊 但就在这时 刁毛发现不远处 似乎有什么东西躺在地上 只要五百块 就能拍下一个盲盒仓库 里面有可能是 价值连城的纯金烛台 也有可能是一堆破铜烂铁 刁毛拍到36号仓库后 只在里面翻出来了三本驱魔书 让人不知道的是 这些驱魔书可不是一般的驱魔书 只要是筹集四本 就能修炼成顶级的驱魔大师 所有孤魂野鬼 也将会对你避而远之 为了筹集驱魔拳击 刁毛和老板来到了密室 寻找最后一本驱魔书 可他们刚走进密室 一阵刺鼻的恶臭味就扑面而来 但为了钱 他们还是穿越了漫长的走廊 而走廊的尽头 却是一具发霉腐烂的尸体 驱魔书此时也放在尸体的前方 只有跨越尸体才配搭了 被前台冲破头脑的刁毛 直接走上前去伸手去拿 可不想镇压恶魔的阵法 瞬间遭到破坏 就当刁毛一脸认真地查看驱魔书时 身后的恶魔忽然被唤醒 紧接着 觉醒的恶魔瞬间就把老板吞到了体内 大壮健壮背下的赶紧撒鸭子逃跑 好在刁毛一口气跑了八百公里 终于跑到了仓库的出口 但逃跑的出口此时却被牢牢锁住 就在这时 年轻漂亮的翠花瞬间出现在门外 尽管刁毛苦苦哀求翠花打开门 可翠花却丝毫无动于衷 并且还将他丢给自己的破锁挂在了房门上 故事的最后 刁毛不幸地被恶魔啃成了渣渣 其实 故事开头的那个老人 每次来到仓库跳三下 就是为了锻炼跳跃能力 因为只有这样 镇压恶魔的法阵才不会遭到破坏 而他每天杀害兔子的目的 就是为了不让恶魔饿死 因为这个恶魔就是他培育出来的 这部电影告诉我们 万事皆有因 万恶中有果 如果刁毛当时让翠花把他的东西拿走 他也不会落到如此下场 牛牛电影 带你走进电影世界